姐妹們 全面開架 我們中塔去 新聞局員工 打扮成廣告人物 說起讓觀眾印象深刻的經典台詞 現在新北市政府也要前進校園 尋找優秀的影音製作人才 透過年輕人 透過同學的眼睛 把這些新北的不一樣 新北的改變 不管是硬體上的改變 不管是內心感受上的改變不一樣 都可以透過影像 來做一個具體的呈現 用影像說故事 記錄程式的變化 希望喚起年輕人的注意 透過三分鐘的影片 讓學生可以發揮創意 主題包含工作 人文等七大類 第一階段採用影音履歷報名 初審通過再以廣告公司 比稿提案模式 由業界知名的創意總監協助指導 最後經過評審和網友投票 第一名可以獲得15萬元獎金 媒體的高牆打破之後 開始那個製作啊 影像的高牆也被打破了 每個人都可以隨時隨地發表 可是在那個狀態之中 我們始終認為 就是影像思維更重要 或者廣告思維其實更重要 那這件事情從什麼時候 應該開始訓練 當然就是越年輕越好 它都會成為你的底氣 我們透過導師制可以給入選的團隊 一個一對一專業輔導機會 可以親自來跟著這些大師們一起練功 當然獲選團隊更可以在之後 可以到這些國內相當知名的廣告公司 智威 湯迅或者雪鵬去實習 2017新北校園廣告人 換你用影像說故事 主動發掘校園廣告人才 新北市政府與廣告業界合作 透過影片增見活動 讓學生可以將理論與實務結合 也能關心所處的城市發展 歡迎有興趣的年輕朋友 踴躍報名 開播大臺北數位新聞 邱世銘採訪報導